一九九七,你剛才說到升而少的 但是你覺得也沒有辦法,可能都要吸納的 什麼水平買你會覺得比較安全? 安全一點,當然是34-35元的位置 問題是短期內插進去的位置,你也要等一等 所以你不會短時間內有什麼很好的安全的買入位置 這些位置就算是強硬局罪 所以如果你假設真的要安全一點 你與其找一個價位,你不如分住吸納上面會相對比較安全 因為問題就是始終在說,升了很多上來 經常都說高追,你自然的代價就是 一定會有個回吐風險米島 所以如果你要安全,在這個市況上一定不會安全的 因為現在主一個紅衫階段 我們博靜慢慢建倉,反彈的 整個水的角度真的是高風險,高回報 所以如果你要等安全的話 你反而它升得越高那段時間 你整個momentum出來了 整個經濟復甦,市場對經濟前景很樂觀 甚至說大灣區很大憧憬的因素 我們對香港經濟前景突然看到一片兩例 你當然不會在這些價位上買到 那些位置更安全 但這些位置的時候就不是求安全的 純粹真的在說高風險高回報而已 但問題真的升了很多 如果你完全沒有貨的話 我們比較擔心就是 大家跟車跟得不夠貼 那你跟車跟得不夠貼的時候 就用盡一切方法去降低發風險 其中一個最好的狀況就是分住吸納 那你假設回分自然的低位上面 你看看其實普遍都在說兩成的跌幅在這裡 所以你分三柱左右去買的話 那就叫做比較安全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求安全 又在這麼高風險的市場上做的話 分住吸納是一個最好的策略